駕駛行駛在國道上 前方的黑色轎車傻車燈亮起 突然擦撞內側護欄後 失控連續偏離兩車道 才剛切近中線道的銀色鄉行車 閃避不及撞上黑色轎車 黑色轎車車頭又猛撞外側護欄 車輛打橫車體零件瞬間四散 黑色轎車前後都受到撞擊 車頭車尾嚴重回損 保險桿零件噴飛滿地 國道護欄也被撞到凹折 車禍發生在5號中午12點多 國道3號 雙方駕駛都沒有酒駕 而同樣在國3還有一起火燒車意外 轎車90度橫躺路面 警報器大響 車底冒出熊熊烈火 白煙瀰漫飄散整條道路 零件和車內物品散落路面 消防人員才剛到場準備布水線 沒想到整輛車已經陷入火海 消防人員趕緊拉水線灌救 火勢在半小時內獲得控制 疑似閃避前方車輛操作不當 致撞水泥噸至車輛頒布起火而造勢 火燒車意外發生在6號凌晨1點多 車內的駕駛車禍當下驚慌倒生 但是腰椎壓迫性骨折 目前送醫觀察中 記者 橫風圈李宗澤新竹采訪報導 我是劉佳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接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